党的建设不断加强 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普遍提高 切实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认真实施 基层党组织党务公开全面推开 公推直选积极推进 不断加大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力度 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力 着力破解人才引进和创新创业政策的平静 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新的进展 区域化党建充分体现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 创先争优活动彰显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两新组织党建扩大了党的组织的覆盖和工作覆盖 党的群众工作创新发展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深入推进 党丰廉政建设责任制得到加强 制度加科技预防腐败的工作成效明显 市委总览全局协调各方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 人大政协工作富有成效 依法治事的进程明显加快 多党合作事业不断发展 爱国统一战线日益壮大 人民团体和群众组织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 同志们 五年的成就来之不易 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 是全国人民中央各部门 各兄弟省区市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结果 是在历届市委打下良好基础之上 全市各级党组织 一百八十多万党员和两千三百多万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 在此 我代表中共上海第九届委员会 向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 向离退休老同志 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各界人士 向住户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指战员 向所有关心支持参与上海建设发展的 港澳台同胞和海内外朋友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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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